大家好,又來到我們自己做Fundman 當然繼續有鷹Sir王國英在這裡 鷹Sir你好 你好,大家好 鷹Sir,現在你教我們要出去打獵 堪測完環境之後,還要留意什麼呢? 打獵是要出去搏表現的 所以技術含量一定會高很多 你密切觀察環境之後 分析和了解獵物特性都會很重要 煉物特性? 之前你說兩極化的時候 就說有些股票是紅市 有些股票是牛市 還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之處在於潛在波幅會有分別 我們要分開做知識型和資產型兩種股票才行 知識型的波幅會比較大 看小他們潛在的升幅或跌幅 其實是很多人炒股票的主要死因 像我們這樣,我們經常叫人坐騰訊 網上回應說小心,是下一隻獅折 很明顯那群人在獅折上受過重傷 輸到怕怕 當年獅折也是股王 由幾元升到上去過百元 之後,估都估不到 會由高位滾下來 如果用高位計,不見了九成多 你也別說不恐怖 這些就是知識型股票的波幅 但是我們不應該畏懼風險 而是應該要管理風險 否則你只會眼白白看著 像這些發達機會擦身而過 獅折和聯想都有存貨風險 所以比騰訊多了 同一道理 其實與其你怕騰訊是下一隻獅折 你要擔心,不如擔心一下信譽和瑞星 因為他們都是做實物的 所以他們只會是似一級的股王 騰訊的情況,其實可以說是得天獨厚 未有大變之前 就不要亂猜他潛在的升幅 騰訊如何得天獨厚 因為騰訊市值很大 佔指數比例很高 於是,很多指數基金和主動基金 都會被迫在這裡坐 如果騰訊一味自己在這裡升 然後其他的股票不動 拉了指數上去的話 做些基金經理都不知怎樣交代 所以你看回騰訊的成交好像很大 但其實你對比他的市值來講 其實他的轉手率相比其他藍醜來講 其實是偏低 代表有大部分騰訊股東 其實一味只有坐字 我自己每次上大陸講談 其實都很興奮 因為一見到港股通基金成立 一籌到10億 自動有一億就去買騰訊 你長期有一條大水喉這樣照著的話 騰訊哪有這麼容易會變成私捷翻版 面對著這些知識型公司 我們用什麼策略好呢 我們一定要有想像力 不要亂猜猜猜猜 很多人整天還在說 超過20倍市盈率又不賣 又或者股價對比 就是NAV有多少折讓就是抵 但其實好像騰訊、信譽、瑞昇那些 已經告訴我們高PE 其實一點都不是障礙 因為人們看的前景是看得很遠 而施折的例子就告訴我們 如果一隻知識型公司的股票 要看資產正值折讓 已經是沒落的象徵了 炒這些股票就一定要順勢而行 直至有逆轉的證據出現為止 而由於波幅大 所以一定可能要細細住去玩 才可以承受到心理壓力 即是說要大大聲細細住 還有坐遠點、看遠點 而且看到若果見頂爆炸之後 就千萬不要回頭了 下集我們再會講資產營公司的特質 下集再見,拜拜